國家搜救隊隊員每人都發六千元的慰問雞蛋 他說這個最有感 其實今天的主角是我們一百三十位英雄 以內政部主管機關的名義來公開表揚 向各位來致敬跟致憲 要借重各位在災區所看到的 所碰到的這些經驗 回到國內希望能夠進一步提升 國內災害應變跟救援的能量 那在國際接軌上面 我們有碰到哪些問題 或者有一天我們臺灣也需要 接受國際的一個資源的時候 怎麼樣讓我們的運作的一個機制更會完善 然後怎麼樣讓我們各縣市的救災 救難應變的一個能量 還有包括器材跟工具還有設備 能夠更加的一個齊備 那這一點需要各位 接下來一起來協助一起來幫忙 另外也再捐助了一百萬幾年 對於窗窗正後期 因為救災的人在高度壓力下 那種環境除了身體上面的負擔 心理其實忘了恐懼 但回來之後恐懼有時候會來找你 所以這個方面在心理上面的一個復健非常重要 那我們消防協會再捐了一百萬元 再支持大家 這個救災的器材留在土耳其 我想這個是特別有意義的 現在災後的重建很多的需求 還是需要很多的設備 我們沒有把它帶回來 那這些怎麼來補呢 就需要由民間 不能夠等明年的預算 邊的預算再去採購都來不及了 所以消防協會再撥五百萬元 幫我們能夠貼購所有的這些消防設備跟儀器 我問蕭署長說要做什麼事情 大家比較有感 他說如果每一位 我們一百三十位的國家收救隊的隊員 每人都發六千元的慰問金 他說這個最有感 所以這個消防協會今天 待會我們林務坤理事長會代表 再來最後 當然這一次去救災 由我所參與培訓 當時支持消防商署長還是局長的時候 國進的這個收救隊員 就是我們的腿肥跟MELODY 所以一樣也是六千元 他們也是我們收救隊員的其他 讓你其他的收救隊員 讓他們可以跟進他 讓他們可以跟進他 對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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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一個很大的